然后我就通过刚才我帮这边的大车刷银行卡 让他们给我现金他们加油的这种方式 现在获得了两千多块的这个科尔多瓦 今天是我在尼加拉瓜的第十二天 现在我在的地方是格兰卡达 这是对尼加拉瓜历史上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 但是本期我要分享的内容并不是关于格兰卡达当立的情况 而是目前我在中美洲的行程当中 我的一个不去通过ATM机来获得现金的一个方式 就是套现的方式 我有很多很多的套现的办法 比如说去这个加油站司机如果要加油的话 我说你不要着急我用我的卡来刷卡 然后帮你支付这个油钱 然后你把你的那个油钱现金给我 因为当地大部分人他们都是还是用现金这样一种方式 另外一个就是在餐厅里吃饭的时候 当你看到别人在结账的时候 如果他们要用这个现金方式来支付的话 我也可以就是说别着急 我用我的卡来刷卡 帮你呢支付这个账单 然后你把你的现金给我 这些都是负责这个现金的这个方式 但是这些呢都是有个前提 就是你必须要首先有一张 维萨或者万世达的银行卡 因为在中美洲很多地方 这个银联是不被支持的 所以你要是来这个中美洲 也包括拉丁美洲很多其他国家 很多的地方 来这边旅行的时候出发之前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献意 所以你要办一张这个维萨 或者万世达标识的银行卡 不管是现金卡或者是银行卡 它都会帮助你啊 省区很多的这种很多的麻烦 所以我再说一遍就是 有一张维萨或者万世达的银行卡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提前准备一张 朋友 我会搬你 我会搬你 你给我一个银行卡 你给我一个银行卡 好 好 现在在这个 加拿大当地的一个驾驾站 我选择了辆比较大的一辆车 然后这辆车呢 它现在已经加了2000多块 科尔多瓦的油 现在他们正在拿着我的卡 然后正在输入这个账单 这账单上面写的是2247 然后我就通过刚才我帮这边的大车刷银行卡 让他们给我现金他们加油的这种方式 现在获得了2000多块的这个科尔多瓦 这是在很多国家行的一个方式 我是阿通 如果你对我过往80个的经历 以及未来更多的行程 有更多的兴趣 非常欢迎在各大平台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你们的关注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是